当师兄真的很感恩 各位菩萨我希望说大家 看了以后赶快来行动 行动不止马上行动 对 我们来回顾一下 好 茄子、香菇、杏鲍菇、美白菇、毛豆仁、豆皮、五穀饭或白饭 调味料 盐、香菇粉、胡椒粉 做法 一 将菇类、豆皮、茄子切成小丁 与毛豆放锅中炒香 二 南瓜刨丝加入锅中 可放入高汤及少许油在锅中炒 三 加入盐、菇粉、胡椒粉调味 也可加入红麴或腰果泥起适 四 将熟五穀饭加入锅中 并搅拌 小火慢炖至汤汁被米饭吸收 五 起锅后摆盘即完成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顾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 《般若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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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能够过一个比较幸福的生活 这是我们所有人追求的目标 自古以来无论是任何一个宗教 或者是任何一个哲学都在讲 人的生存的目标就是什么呢 就是追求幸福 那么人到底怎么样这个幸福 怎么样才能够活得幸福 活得幸福的图景 或者是方法是什么 还有就是到底什么叫做幸福 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座的 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 大家都想知道的一件事 首先我觉得今几年 幸福时候变成了一个全球的热门话题 幸福突然间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全球的热门话题 幸福不就我们自古以来 所有人不就在追求吗 为什么现在它就变成一个热门话题呢 这个有好几种的原因 第一个 就是我们过去 也就是三四百年前 对这个幸福的认识 或者以及是在这个人事的基础上 让我们对幸福的定义 今天就发生了变化 还有呢 三四百年之前 我们认为可以获得幸福的很多的图景 或者很多的方法 今天我们看来 其实不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过去的这个 对幸福的认识 对幸福的这个定义 还有就是 怎么样获得幸福的方法 都有一些变化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 我们的想象当中的幸福是什么 今天我们比如说21世纪的人 要去追求幸福的话 那么应该是怎么样去追求 到底对我们来说 幸福是什么 比如说16世纪17世纪时候的 那些那个年代的人 他们心目当中的幸福是什么 他们认为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获得幸福 那么我们今天对我们来说 是过去的这种想法 它还是是一种性的理念 我想 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想知道的一个话题 所以今天就编成这个幸福 就编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比如说我们任何一个 这个比较大型的图书馆 或者是这个书店 进去的时候 就关于幸福方面的书 就是一大堆一大堆的 都在讲幸福 或者是都在讲这个 怎么样获得幸福 就是对类的话题 那么佛教怎么样看这个问题 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个这方面的 我今天讲的呢 这个不是佛法 我们今天没有不是讲佛法 那我们是讲什么呢 就讲释迦牟尼佛的人生哲学 就是这方面的 那我们的题目 刚才郭老师也讲到了 我们为什么越来越没有幸福干 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 就是题目 就是这个 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 绝大多数的人 都会认同 这个我们今天的 这样做的这个题目 也就是说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就同意 这种说法 也就是说 我们越来越没有幸福干 我想可能绝大多数的人 都有这种感觉 从全球的事业看 也是这样子 从个人的生活经验当中看 我想很多人都会认同这一点 但是比如说 对没有一个信仰的人来说 尤其是这个话题非常重要 比如说没有任何的信仰 那么他的追求是什么呢 就是追求这一生当中的幸福 除了这一生当中的幸福以外 没有更高的追求 也没有人 也没有承认 这个下意识 再下意识 这样子的生命的轮回 也没有承认 这个更高的佛教将的 这个成佛呀 解脱呀 或者是其他宗教讲的 死了以后 就是 就投生到这个田堂 没有这些 那么唯一的追求是什么呢 那就是这一生当中 过幸福的日子 这就是没有信仰的人 得唯一的追求 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想对他们来说 这个 怎么样找到幸福 这是更重要了 相对而言 有信仰的 或者是学佛的呀 或者是学其他的人来说 如果这一生当中 没有获得幸福 但是呢 还会有 还会有机会的 至少他们认为 还会有机会的 如果这一生当中 没有幸福 没有获得幸福 但是呢 还是 这个不是 不是 这个彻底的失败 他还会有机会的 他可以 可以努力 他还有新的这个希望 比如说人走到七十八十 八十九十岁的时候呢 作为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来说 都已经没有什么 都已经没有什么追求了 也已经没有什么立想了 也没有什么希望了 但是呢 由信仰的人来说 那这个时候 虽然是这一生都已经做完了 成功也好 失败也罢 这已经结束了 但是呢 他还是有一个新的希望 他有新的追求 他也有新的理想 这个他的是 这两个有信仰的 和没有信仰的 这个观点 谁的对 谁的不对 这个我们今天不说 至少他们认为 还有可以追求的东西 还有希望 这样子 另外一个呢 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 在这个世俗当中 他虽然是没有获得幸福 谈不上 但是呢 他有一种 他有一种超越世俗的一种 这样子的理想 这样子的目标 那么这个目标 在任何时候 孤立他 陪伴着他 这就是他的一个 今生上的一个支柱 无论是他是贫穷的时候 浮予的时候 都有一个更崇高的这个目标 那么我们没有信仰的人来说 这个目标 他没有超越 世俗 所以在这个世俗的坎坷 或者是这个欺负当中 他的很多时候 他的这个目标 会收到各种各样的冲击 各种各样的这个挑战 所以他有些时候 这个有些时候 他的这个目标 会彻底的 会崩溃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很多人 是有钱的 有地位的 有名声的 但是懂不懂 就是说 不像火了 活着没有意义了 之类的话 我们经常听得到 这样子的话 这是因为他们的目标 没有超越世俗 就在这个世俗的范围当中 那么世俗的东西 都是有变化的 随时都有变化 有些时候 这个变化的 这个变化的 其罗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因为他的目标 就是设定在这个世俗的当中 没有超越 就在这个世俗的范围当中 那么世俗的东西 变化了以后 然后他的目标 就是受到了 非常大的打击 甚至是在这种情况 在这个变化无常的情况下 会他的这个目标 挖解崩溃都有可能 这个时候 人就不知道是为什么活 不知道为什么而活 如果这个时候做不好的话 人会选择一些极端的路 所以我们每年都有二十多万人去自杀 两百万人去自杀了 但是没有成功 每年都是这样子 平均下来都是这样 为什么 这个不是因为物质缺乏 不是这样子的 当我们物质缺乏的时候 选择这条路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 为什么呢 这时候我们的心中总有一个希望 我们的希望是什么呢 当我们的文保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就处于比较艰难的这个生活当中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心中总有一个目标 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发财 我们大家都认为 我这样子拼命的去努力工作 这样子的话 有一天我一定会发财的 那么发财的哪一天 从哪一天起 我和我的家人 一定可以过一个很幸福的生活 至少在他的想象当中 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 他一定会往这个目标走的 无论是面对再多的这个艰难困苦 他还是要去 他愿意面对这一切 这是因为他有一个这样子的追求 但是有钱以后 那就是这个情况 就发生了这个根本性的变化 有了钱 文保问题解决了 然后生活的从物质的角度 生活的所有的这些基本的需求 也都已经满足了 那个时候呢 在这个之前 我们对物质的这个期望 是非常非常高 我们认为只要我有钱 就会幸福的 有钱我还不幸福 这个是没有理由的 比如说我相有多少就有多少 那么那一天我怎么可能不幸福呢 我一定会幸福 这是我们在这个之前的想法 那么我们当我们拥有这些的时候呢 那是完全就不是这样子了 这是我们出乎意料的 根本就不是这样子 这个时候呢 这些东西不会给我们带来幸福 也不会给我们带来 给我们的家人带来幸福 可以这么说 没有钱是很痛苦的 没有财产是很痛苦的 但是呢 有财产是不是幸福呢 它不是幸福 所以就是21世纪的时候呢 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 他平均的人的收入已经达到很高了 这个时候呢 他们对这些各种各样的物质 有零距离的接触 然后他们先感觉到这个空虚 首先他们知道了 这个物质是不能带来幸福 带不来幸福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人就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生活才是对的 这个时候就是没有任何的追求 为什么呢 没有信仰 已经没有信仰了 什么天堂啊 上帝啊 都不承认了 然后我们什么极乐世界啊 成佛也不追求 就追求烟前的物质 物质已经得到了 都得到了 但是呢 我们想得到的 其实实际上就是不是物质 实际上是幸福 说准确一点的话 我们想要的不是物质 实际上是幸福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之前 我们把这个幸福跟拥有物质 两个我们在这个之间的话 顿好 我们认为这两个是一会是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实际上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 是幸福 但是呢 我们的这种理想怎么样去实践 那就是去追求物质 这是我们的方法 这个时候没有信仰的人 没有信仰的人 他又没有超越世俗的这个目标 那么世俗间的这些东西 世俗当中的这些 这个所谓的幸福呢 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这个时候已经是不是幸福了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人和一条狗关在一个房间 无天不吃不喝 那么无天不吃不喝 如果第六天两个生命同时放出来的时候 同时从这个房间放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他们两个第一个追求是什么呢 就是完全是一样的 就是食物 就是食物 因为他肚子很饿 所以人也要去找食物 狗也要去找食物 这个时候的追求 不是遗俗 不是哲学 也不是宗教 而是食物 这个时候的 那么我们人 就是人类 就是人类 整个人类 就是停留在这个阶段 人类历史 我们可以这样子分 什么时候是 像刚刚人从不吃不喝的这个房间 刚刚放出来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大家认为我们人类历史上 那一个阶段是这个时候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那么放出来了以后 他们两个的追求就是食物 那么追求到了以后 狗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一个动物 它填饱肚子以后 第二个追求也是填饱肚子 第三个也是这个 没有别的追求 那么人就不一样了 他第一个追求 他追求到了 满足了以后 那么第二个 他一定会有一个更高级的追求了 他永远都不会停留在这个追求上 这就是人与动物的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人就是有这个指挥 有思考的能力 他有比较高端的 这个价值判断的能力 所以他的追求 不可能永远都停留在这个食物上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年代 我们来到这个地球 到今天的这个历史当中 我们就不说人类历史 我们就说我们的历史 那么从鸡随到鸡随 是从这个方间不知不合 刚刚放出来的阶段 然后从鸡随到鸡随 是天保独自以后的阶段 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也我想基本上都是有这样子的阶段 整个社会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发展的过程 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发展的过程 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家庭 也有一个从贫穷到物质 至少物质方面比较富有的一个这样子的过程 一个家庭 包括我们自己 也有这样子的过程 那么这个两个过程当中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两个过程当中的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我的意思就是 这个第一个阶段当中的 第一个阶段当中 人为是幸福的东西 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已经不是幸福了 已经这个是不是幸福 第一个阶段当中 去追求幸福的方法 这是第二个阶段当中 已经不是方法了 那么这个第二个阶段当中 已经不是幸福 那么第二个阶段当中的幸福是什么呢 追求幸福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这时候大家都很迷茫的 很迷茫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说幸福到底是什么 幸福是什么 追求幸福 怎么样追求 所以二十一世纪 幸福就变成这么热门的话题 我觉得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就像一条狗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永远都会 我们的价值观永远都会停留在 一个比如说 启蒙云东 这前后的这个价值观 或者是在这个之后的价值观 永远都是 如果永远都是这种价值观 那么这个幸福已经是在 那几百年前就已经 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已经有一个标准了 我们今天不会说 不会再去谈论 幸福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会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这个 没有新的这个追求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 追求幸福的方法 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这是已经说的很清楚 几百年前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就是东方西方 这两个文化当中 就几百年前之前 对幸福有一个很固定的 大家公认的一个标准 然后呢 追求的方式方法也有一个标准 这个我们没有必要今天 去谈论这个事情 但是呢 这些时候的 这些时候的这个定义和方法 今天已经不能永了 已经不能永了 但是我们还是想拥有幸福 那个时候的这个幸福 对我们来说 已经不是幸福了 那个时候的痛苦 对我们来说是痛苦 但是呢 那个时候的幸福 对我们来说不是幸福 为什么呢 我们的要求已经是 不是这个 因为我们的追求 现在已经不是文保问题了 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 全球 九一人 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是饿着肚子睡觉的 但是呢 我是说 绝大多数的人来说 那么那个时候 认为是幸福的 现在就不是幸福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大家都说 到底那是什么是幸福呢 那我们那时候的幸福是 不是幸福 那个时候的追求幸福的方式 也不是追求幸福的方式 那么到底是什么 然后就是 就就就就变成一个这么热门的话题 这是 必然的 这是人类历史的法展 都是这样子 再以后呢 比如说 你们的儿女 孙子 或者是在后面 然后他们的价值观当中的 这个幸福是什么 这个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估计的 他们追求幸福的方法是什么 这个我们今天是很难说 但是呢 我们 就是在我们这个年代 就是有一个 对这个幸福啊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这个变化 所以我们 有必要去谈论 那么到底新的 新时代 新时期的这个幸福是什么 这个新时期的这个 追求幸福的方式 有是什么 这个我们有必要谈论 我这样 我想我们今天 这个 宣一个这样子的题目的原因 也是这样子 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当中 可能有很多不学佛的人 我们前几天也就要求 这个这个 这样座当中啊 尽量的 不要参加 太多的这个 佛教徒 佛教徒呢 他有他们的价值观 就 他有一个固定的价值观 那么这个位置呢 就尽量的让给其他 还没有学佛的这样子的人 学佛不学佛 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了 这个我们也没有要求 所有人学佛 这个释迦牟尼佛 他在的时候 都不是全世界的人学佛 不但是全世界的人 而且 印度一个很小的国家 这个时候 也不是全国人是寻佛的 包括 你释迦牟尼佛 最近的一个城市里面 当时是有 当时是有 有 六十万人口 但是这个六十万人口 是不是全部是学佛呢 也不是 也不是 所以今天 不可能所有人都学佛的 无论是你的理论 再好也好 这个路再好 也这个不可能 人的这个想法 人的追求是不一样 所以 我觉得这个学佛不学佛呢 是临当别论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 就可以过一个 比较健康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 尤其是 尤其是 这个没有信仰的人呢 他的唯一的追求 就是这个 就这一生当中的幸福 那么这一生当中的幸福 都没有得到的话 那么没有任何的追求了 那么 这个真的是很残忍的 我觉得这个很残忍的 所以我们希望 没有信仰的人 也就是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过一个幸福的生活 至少他自己的追求 能够达到他自己的目标 他自己的目标 高与不高 对与错 这个我们不讲 至少我们希望 至少能够达到 他自己的目标 这是他自己的追求 如果这一点都没有达到 那真的是非常的失败 很失败 今天我们这个社会 成功 成功认识 什么叫做成功认识 我们的 所谓的成功 就是用 用钱 来衡量 凡是有钱的人 无论是他的 这个赚钱的 这个手段是什么样子 无论是他个人 有没有幸福干 无论是他的人品是怎么样 凡是有钱的 我们今天都叫做成功认识 都叫做成功认识 凡是没有钱的 都不叫成功认识 今天我们的价值观 就是这样子了 但是有钱 那么没有幸福的话 那这个到底这个 叫不叫成功认识 我们的目标 我刚才也说了 我们的目标 到底是幸福还是金钱 这个很重要了 美国新闻周刊 这个杂志上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是全世界的 所有的人来说 这个每一个人的心中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文号 他问的是什么呢 金钱与幸福当中 我们最需要的 或者是更重要的 到底是哪个 这是他的文号 那我们比如说 我们今天在做的 如果让我们回答的话 我们怎么回答 就像我们过去这样子回答 金钱跟幸福当中 那个重要 不能这样子问问题 有钱就是幸福 幸福就是有钱 这种问题 国取有可能 这种说法是 可能很多人会赞同的 但是呢 今天没有人赞同了 也许就是可能 不知道的少数的人会赞同 或者不知道的人才赞同 那么我们只能选一个 这个当中只能选一个 要不说我们就是要有钱 要不就选幸福 但是我们还在 停留在什么样的阶段当中呢 我们还是这个多数的人来说 多数人来说 有钱这个阶段已经 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了 现在是基本上是有钱之后的 这个相互之间的悬浮 盘比一个这样子的阶段当中 这个阶段也是一个历史 这个阶段会过去的 有钱了以后呢 大家都去避这个 大家都去盘比的这个 虚荣 会过去的 但是呢 对我们来说 这个还没有过去 我们正好停留在这个阶段当中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 绝大多数的人 也许会选择有钱 为什么呢 如果没有钱的话 那我个人的生活 从我个人的生活角度来 这样我很开心 我很幸福 但是呢 从虚荣的角度讲 我没有面子呀 没有身份呢 没有低位呀 我的亲戚朋友都会嘲笑我呀 都瞧不起我呀 包括我的亲戚亲人 都会 这个人很没有能力呀 不会赚钱呢 他都会 他会考虑这些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虚荣的 所以我们今天 停留在这个虚荣的阶段当中 当然 不论这么笼统的说 但是呢 大多数都是这样子的 大多数的人就停留在这个阶段当中 我们不是 自己已经有了很好的东西 但是呢 因为我的同时 开的车 比我的好 背的包包 比我的好 或者是住的这个房子 比我的好 所以我一定要干上它 或者是要超越它 为了超越它 我宁可当方路 车路 这样子吗 我们今天的状况就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样子的虚荣的这个阶段当中 我想我们可能也许会宣 这个油签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可以宣 但是一定要知道 幸福永远都不会有的 幸福永远都不会有的 只能选一个 幸福是不会有的 这个时代会过去的 也许我们在做的人比较老的时候 可能这种阶段会过去 也许你们的耳鱼 他们的时候 这个会过去 这个什么时候过去 还不好说 这个要很多的因素 有很多客观的因素 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去谈论幸福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刚才讲的 对没有信仰的人来说 这个特别的重要 我觉得 这是我讲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 选一个这样子的题目的原因 是这样子 我就是希望 有信仰没有信仰 这个是不重要 但是每一个人都过上一个 幸福的 至少他自己定义 或者是他自己认为是幸福的 这种幸福 幸福其实是没有一个 全人类共同的定义 到现在也是没有的 但是至少他自己心目当中 这个确定 这是幸福的这种标准 希望每个人都能有一个 这样子的生活 这样子以后 那他虽然是没有信仰 但是他至少在这一生当中 他想要的就得到了 这样子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那连这个都没有得到的话 那么人真的就是人的生存的目标 到底是什么 这个很难说 有信仰的人呢 比如说国外的宗教的这个所谓的天堂也好 或者是我们讲的极乐世界也好 这个实际上是准确也好 不准确也好 至少他有一个另外一个追求 他在一个淋浴当中 他没有得到他相遥的东西 但是他另外还有追求 他没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追求 那么我们没有信仰的人 就是没有这个 就是在这个淋浴当中没有得到 那就是彻底的失败了 所以我们要去谈讨这个 到底怎么样幸福 怎么样才人才是幸福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过去的这个想法是 那个年代 我们不能说过去的想法是完全是错误的 不是说西方思想家 像福尔泰这样子的这个西方思想家 他们的这个幸福的定义 以及寻找幸福的方式 我们不是说完全是错误 至少那个年代 这个是幽永的 那个年代的人的心目当中的幸福 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不是出生在那个年代的 我们就是在今天这个新的时机 年代当中 那么我们就这些东西 很多以前的这些都已经变化了 所以我们这个尤其是没有信仰的人的这个目标 就在这个 就说定在这个世俗当中 那么世俗的东西都是一直这样子不断的变化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重新的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对心夫需要有一个新的定义 新的方法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学佛当然非常好的 但是我今天不说佛学佛的功德 不宣传 然后我也不宣传其他任何一个宗教的它的优点 今天是我们站在人的立场 人的这个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讲话 这是我们所有 凡是人都需要的东西 这是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幸福到底是什么 这个就很混乱的 各位也许看到过一本书 这本书的题目叫做什么是幸福 这个当中就参与了155位全球的 定级的大师级别的心理学家 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 等等 非常顶级的人物 坐在一起大家谈论幸福是什么 那么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有些人说 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就是幸福 有些人说 有一个和睦的家庭 就是幸福 有些人说 咒有圈世界 就是幸福 有些人说 幸福就是一杯水 那么到底幸福是咒有圈世界 还是一杯水 到底是什么 对 我想 这个无论是周游圈世界也好 温定的收入也好 或者是一杯水也好 这些都不叫幸福 这个不是幸福 幸福是什么 幸福是我们的人的内在的一种特殊的感受 叫做幸福 一杯水 它的树心是物质 那么幸福是我们的今生的一种感受 它的树心是精神 并不是物质 当然 有些时候 一杯水也是给我们可以带来幸福 比如说夏天非常眼热的时候 就是这个做这个工地上 做这个最粗糙的这个工的工人 就在比较凉快的地方坐下来 喝一瓶筐泉水 这肯定是幸福的 会给他带来幸福 所以他说幸福是一杯水 没有错 对某些人来说是这样子的 和母的家庭 那当然肯定是幸福了 但是家庭和母跟幸福之间 花顿好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有些人家庭很和母 但是他不幸福 他不开心 所以这个也不是幸福 但是我们可以说 因为家庭和母 它是一种 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一种 途径 可以这么说 但是他不是幸福 这个要是分开的 幸福永远都不是物质 幸福是我们类型的感受 这个当中我们可以这么分 幸福和快乐 这两个当中 比如说从汉语来讲 幸福是什么 快乐是什么 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 当然有些时候 说幸福和快乐都是一个意思 但是一般情况下 当我们的眼睛 耳朵 焉耳必似神 比如说我们的 这个视觉当中 出现一个很漂亮的东西 比如说一朵花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听觉当中 就是产生了一种非常好听的音乐 那么这一类的 焉耳必似神 我们的五中感官 他接触外面的五指 通过这种接触 而产生的一种感受 一种感受 这叫做一般情况下 这个叫做快乐 这就是快乐 幸福是什么 幸福 有快乐 有没有幸福 这个不一定的 比如说人 坐在非常舒适的地方 他吃的也好 穿的也好 坐的地方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不开心 不开心的 所以他没有幸福感 眼耳必似身 可以享受这个五指 享受最定基的五指相守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是快乐的 但是他内心当中是没有幸福 那幸福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第六意识 用佛教的语言讲 这叫做第六意识 眼耳必似身 这个就是从一到无 无中感官 就是从一到无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思维 比如说平时我们去分析 判断的这个思维 这叫做第六意识 那么有些时候 没有快乐 但是他很幸福 比如说他吃的又不好 传的又不好 住的地方也是非常的不好 但是他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开心 这时候没有快乐 没有耶尔比斯身的快乐 但是有幸福 有幸福 所以幸福它是一种 这个当中我们讲的 无论是幸福也好 快乐也好 它们都不是无知 它们都不是无知 它们都是精神的一种感受 快乐是我们的 焉尔比斯身的一种感受 幸福是我们第六意识当中产生的一种感受 都是感受 所以这个跟无知 它的书心不是无知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刚刚讲到的 稳定的收入 一杯水之类的都不是心腹 但是它们都可以成为一个给我们带来心腹的因素 一个客观的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些都可以成为是心腹 那这个时候 因为无知 因为无知 它心腹 它不是无知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的心腹干 跟无知的时候 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就是我们有些时候 刚才我们讲的 所以就是这个油签跟心腹 其实是两回事 西方心理学家研究了以后 他们认为油签跟心腹之间 没有一个成正弊的一个这样子的关系 油关系的话 也就最多有百分之四 到百分之十五 心腹干跟无知之间 都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除了这个以外 不是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释迦牟尼佛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 就讲得非常清楚了 已经讲得很清楚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 天保肚子以后的阶段 所以这个时候是很多人 听不进去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 这个比喻 比如说任何沟 刚刚放出来的时候 给它放音乐 它会听吗 不会理你的 给它讲哲学 它会听吗 它不会听 给它讲宗教 它会听吗 它也不会听 唯一的它需要的是什么 它感兴趣的是什么 十五 车的东西 才感兴趣 所以其他的任何都不感兴趣 那我们今天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只对钱感兴趣 为了钱 我们什么都可以不要 为了钱 我们什么都可以没有 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阶段 这个法权的阶段 已经在这个 可以定位了 定位 但是我们不会永远都停留在这个地方 一定会 这个不知道是多长时间 但是我想 至少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现在再下面是什么呢 我想在以后的这个 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这个事情的话 那么在未来的这些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谢谢 当中 我们需要的不是物质 是精神 为什么呢 我们已经进入了 第一个阶段 我们已经经历了 已经过了 然后现在到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填饱肚子的这个阶段了 已经吃了一顿饱饭了 那我们是人 所以我们 这个 这个 文保问题解决了以后 我们会有新的想法 会有新的追求 那么新的追求 物质跟精神意外 还有什么 没有 我们人本身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物质和精神的总合体 是人 这叫做人 那我们人的生活 也是有两种 一个是物质生活 另外一个是精神生活 那么物质生活 如果我们基本上 这个解决了 那么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精神上的 精神上的这个需求 至少以后没有什么突发性的事情 这样子的话 那以后我们需要的 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东西 这一点是肯定的 这是一个法战的一个自然的规律 这是自然的规律 这是一定会是 只要是人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今天相信佛法 或者有信仰没有信仰 这个不是很重要 但是呢 精神生活这一点的确是非常重要 你们不能说 因为我不信佛 因为我不相信宗教 所以我不需要生这个 精神生活 不能这么说 这是两回事 精神生活 人 如果人 是完全是一个物质 完全是物质 奇蒙运动的时候 有一些西方思想家 就是喊出来的这个口号 是什么呢 人就是机器 人是机器 如果人真的是一个机器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机器 它的冷却系统 燃料系统 所有它需要的水也好 它的燃料也好 还有电也好 都有了 那么它还要需要什么呢 它不会有什么更多的需求 但是因为我们不是机器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机器 所以我们还需要还去追求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有新的追求 但是在这个新的追求当中 如果这个新的追求 如果不追求的话 那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那就是我们会进入什么样状态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 越来越没有幸福感 那到底真的是越来越没有幸福感吗 是这样子 这个是有科学的研究 有数据 西方的很多心理学家 与经济学家 就长达半个十几的 这是五十年当中就研究了 研究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有很多的研究机构 所有人的这个结论都是一样的 他们的结论都是一样 是什么 只要人类就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心腹指数 以后一直都在下降 这个心腹指数没有增长 一直都在下降 包括美国英国等这些西方的发达国家 尤其是这样子的 他们的心腹 当初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说是他们自己很心腹 然后再过几十年以后 这个调查的时候 那么原来的这个数字呢 已经都在往下坡路走 从来都没有增长过 从来没有增长 这是因为人有心的追求 然后这个心的追求没有得到的时候 国去的这些所有东西 国去认为是心腹的这些东西 那就是到手里的时候 他不是心腹了 他就不是心腹 释迦牟尼佛以前讲过 这个物质的相受是什么样子呢 就像是喝盐水一样 比如说我们这个黄泉水里面加食用的盐 然后去喝的话 那么越喝越口渴 他永远都不会截渴的 越喝越口渴 物质相识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他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人的 我们在这个时候 如果不会挑整的话 那么是一个无限的一个膨胀 这个欲望是这样子 所以得不到心腹 这个时候需要有我们要懂得 这个时候怎么样去寻找心腹 这个是很重要 如果是一个动物的话 那么他不懂 他一直都是当初的这种追求 他永远都是这种追求 但是还好 因为他不懂得太多的事情 他不知道 所以他也没有更高的追求 所以他天饱肚子以后 他还是心腹的 他有心腹感 他的心腹之属 可能我想可能天饱肚子以后 会更高 而不会更低 为什么他不懂得追求太多的东西 因为我们今天知道的太多 看到的太多 引广告 软广告 等各种各样的手段 让我们看很多很多有钱人的生活的方式 让我们去了解这个有钱人的生活的方式 私人的飞机 游厅 等等等等 让我们去了解 目的是什么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刺激我们的五欲 欲望 那么刺激了以后 人的欲望通过这种方式刺激的时候 它立即就会变成一个 如果我们自己去不控制它的话 立即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 它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 这个欲望就是发展的动力 是发展的动力 这个是没有错的 这个话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这个欲望有可能让我们发展到健康的这个道路 有可能它使我们发展到另外一个方向 这个有可能 因为它有这么强大的欲望 然后 整当的手段 它得不到这个物质的时候呢 那么它会选择一个不整当的手段 不整当的手段 所以 西方 就是美国从六十年代到两千年之前的这个四十年当中 他们的物质收入就是翻了三番 但是呢 他们的问题就不是这样子 问题叫社会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他们的离婚率就是增长了两倍 青少年的自杀率增长了三倍 尤其是青少年的犯罪率就是增长了四倍 增长了四倍 因为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去刺激 人的欲望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年轻人 很多年轻人 这是就因为欲望 这是因为这个现代文明就刺激了他的这个欲望以后呢 然后把他们推到一个这样子的道路上 就用这种方式去这个满足他的欲望 他正当的手段 满足不了自己的这个这个欲望的时候呢 他会选择一个不正当的手段 所以青少年的自杀这个犯罪率增长了四倍 然后监狱里的人增长了五倍 那么我们从客观的角度讲 他们的文化水平就是越来越高 那么他们懂的就是越来越多 应该是这个社会是越来越文明的 越来越文明 但是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呢 这叫做发展的北轮 就是发展所谓的发展是物质的发展 另外一个就是忽略了精神的发展 以后呢 精神就是扭曲了 然后它是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精神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这个是最可怕 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说的话 做的事情都是以精神来决定 就是我们的内心来决定 那么这个扭曲了以后 那这个是非常可怕 所以就很多人在社会上 就是出了这么多的社会问题 就是我们的内心 哇哦,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不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5001-6766 5001